台湾NGO工作者李明哲 15号终于抵达台湾桃圆机场 只见他一头白发 跟着防疫人员快步下楼 期间还看了媒体一眼 但没有任何表情跟回应 随后由陆委会专案提供了专车接走 前往防疫旅馆 2017年李明哲在中国大陆 被中共强迫认罪后 台湾的深远行动就没有停过 但在中共黑牢关押5年的期间 家属不但没拿到判决书 无法得知真正的释放日期 就连最基本的通讯权都没有 除了李明哲外 目前还至少有李梦鞠 施政平 蔡振树 郑雨清等四名台湾人 被中共强迫认罪 至今还在中共黑牢 李梦鞠是我秘书的朋友 以前蔡金树其实也是我的朋友 而且蔡金树他是比较偏 国民党的想法的 竟然也被关了 所以到底你在中国是什么状况 可以安全我们不得而知 所以其实这就是一个专制的社会 要怎么关你 你都没有办法去做决定 全世界应该几乎 希望在看到更多人权的人士 能够站出来 抢救我们这些被关在黑牢的台湾人士 我相信 希望就是我们的政府能够在跟大陆这边能够有更好的一个官方的沟通管道或者是一些准官方的沟通管道来确保国人不要受到跟台湾不符合的民主标准跟言论自由的标准而受到打压 李明哲的妻子李静瑜14号透过声明表示李明哲回家的过程他知道的并没有更多 仅表示李明哲回国后将进行隔离防疫 如果一切顺利将在完成隔离后正式召开记者会 新唐人亚太电视曾印豪真永如台湾台北报道